中国的假烟花究竟有多假 你见过这样的假烟花吗 谁也想不到 外表看起来精美且巨大的烟花 里面竟是空的 这个烟花居然找不到引线 打开来居然是空的 天哪 太坑了 是这个牌子的烟花 大家千万不要再上当了 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买的烟花 这么大的一个罐子 里面这么小一个罐子 好歹也分开一下嘛 装个样子也装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 罐子什么样子 这里面也只有两根罐子 就比那个多了一根罐 这个烟花居然花了100块钱 我们来看这个烟花 它造假造到什么程度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是一个48发的烟花 为了显得大 中间用泡沫隔开了 以前造出来的烟花都是实打实的 现在都是泡沫垫出来的 造假的还不止这些 其实它下面一半都是假的 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你们看假不假 中国人造假的水平又进步了 烟花都造假了 这种随时随地可能爆炸的假烟花 您敢买回家吗 网友们花费几百块钱买回来的烟花 居然只放出了几块钱的效果 哎 这样就没了 视频中的男子在路边花了350元钱买的大力炮 放起来的效果竟然不如几块钱的 哎呦 花了200多块钱买了一个假烟花 而质量好的烟花其实是这样的 对比之下 这些假烟花显得十分可笑和滑稽 中国新年对中国人民来说 可谓是十分重要的节日 在这个节日里 家家户户都会聚在一起进行庆祝活动 放鞭炮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庆祝方式 鞭炮放得又大又响 意味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但由于假烟花的出现 本来热闹的节日变得十分扫醒 新年前夕 中国湖北省实验室市场监管局 在安全检查行动中 就查获了170箱假大空的组合烟花 涉案价值1.7万元 查获的这些假烟花产品名为 财富英雄C级组合烟花 烟花发数为100发 从现场查获的烟花看 箱体明显比实际大得多 所谓假大空组合烟花 其实就是生产企业 在产品包装过程中增加了电板 或者同体之间安装隔板 让烟花产品从外观上看个头大 以欺骗消费者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据实验室市场监管局质量监管负责人介绍 烟花产品的结构与材料 是保证燃放安全的重要技术指标 有些烟花产品需要规定产品 与包装之间不能增加电板 同体之间不能安装隔板 因为增加电板或者隔板之后 会导致产品内部不紧密 容易进入空气 使导火线稀湿受潮 时间长了 燃放时就容易发生吸引现象 还会因为产品坚固度不够 燃放时容易发生散筒和炸筒的现象 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所以这些质量不过关的假烟花 就是一个个赤裸裸的炸药包 同样扫兴的还有假年货 这些假礼品被网友们同称为礼品刺客 因为这些假年货包装精美 里面却别有洞天 这些商家也太黑心了 你卖鸡蛋 你看看你装的这几个鸡蛋 包装比鸡蛋还贵 这是什么东西啊 边上都是空的 到处来看看 瞧瞧这是什么呀 就这个东西 上了年纪的人敢喝吗 打开了一盒礼品 刚一看是不是觉得很满 可是当你满心欢喜的 打开这个盒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下面一半都是空的 使用纸壳垫起来的 这简直太离谱了 正面看 很像装芝麻的铁罐子吧 但你拆下来一看 这居然是一个玻璃品贴了一张纸 这瓶子里的芝麻袋少得可怜 看起来挺高端的 价格也不便宜 竟然是坑人的假年货 还有各式各样的山寨礼品 比如民间很火的六个核桃银品 买回家发现包装上写的竟然是六个核弹 光是听着就觉得这种山寨礼品吃下去 生命可能会有危险 假货 人家正版是银路 它是银渊 这个更牛 人家品牌是银路八宝洲 结果这个假货上面写的是银价八宝洲 太假了 还有一名女子过年期间打开盗版的零食大礼包 发现一袋那么大 打开只有几粒 实在是太坑了 这看着像一个旺旺的礼包放在那里 我打开之前没有仔细看 因为我准备自己吃嘛 然后我就打开了其中一个红色包装的零食 居然装的空气 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又再开了一包 里面居然只有几颗 这个零食吃起来口感也很不好 就像是那种过期的零食一样 我就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没想到那么多人都跟我一样买到了这种假礼包 网友们戏称 这哪是买零食啊 这是买空气 送零食吧 市面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山寨商品 比如王老吉变成李老吉 旺旺变成旺一旺等等 遍地是假货 人家是叔夫家 他是叔夫皇后 人家是飘柔 他是飘语 人家是超能 他是全能 人家是阿道夫 他是阿道娘 人家是威猛先生 他是威猛霸气 救命啊 也太多假货了吧 视频中的所有年货 都是网友从亲戚们手中收到的假年货 五花八门的假牌子 目不暇接 有网友在视频中 对中国假货泛滥原因进行了分析 我们国家造假的为什么这么多啊 第一个 我们造假需要的成本太小了 第二 造假能带来的利益太大了 第三 执法环境太差了 第四 地域保护太强了 第五个 同流合污 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太多了 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第六 普通消费者根本就没办法维权 助长了造假的风气 第七 资本操控媒体制造舆论 让造假的环境更加便利了 从知情人士那里得知 一袋山寨饼干的批发价格只有七毛钱 二十三十包的山寨零食批发价 只有五六元钱 而这些山寨食品 在小卖店的价格 每袋饼干能卖两到三元 每袋山寨零食的价格 能有0.5至1元的盈利 至少翻倍的利润 就更别提山寨礼品中的暴利了 用正版礼品的价格售出 但里面不是缺金少两 就是各式各样的仿冒假货 成本能有价格的10% 都算质量好的了 有网友提到 这些山寨产品质量问题的时候说道 我没有做过测试 不敢说山寨食品是有毒食品 但尝过七毛钱品干 和五元三十包的山寨零食的人 应该都明白 这些产品真的难以下咽 更别提有没有毒了 视频中这位男子表示 他们家在过年的时候 基本不会再带礼品 串亲去了 因为自己的孩子 就因为这些垃圾礼品 差点丢命 今年过年没走亲戚 因为我们家不吃这些 带包装的加工食品 比如伊犁 猛牛 各种市面上的酸奶 纯奶 饼干 面包 还有各类饮料 我们都不吃 之前别的亲戚送我的东西 我都转手送给别人了 现在想想挺不好的 这些礼品里都是科技与狠活 我自己家都不吃的东西送给别人 我真的于心不忍 为什么不吃呢 因为我孩子一岁的时候 喝的三鹿奶粉 结果孩子中毒了 尿白尿 但后来缓过来了 我儿子两岁多的时候 又喝了爽歪歪这个饮料 拉肚子拉了一个星期 差点拉坏了 之后去医院进行了他人生 第一次输液 之后我儿子没打疫苗 也没输过液 身体一直很好 而且从那之后 再也不吃这些垃圾食品了 说到这些低价劣质产品 中国购物平台拼多多上 可谓是聚齐了全中国的假货 大陆经济学家任泽平质疑 拼多多假货横行 并对拼多多提出了五连问 第一问是 拼多多上面的图书商品价格低得惊人 包括上市第一天的图书 这是对作者原创和知识产权的严重侵害 平台是否意识到你有责任进行整改 不然就是公然纵容违法行为 第二问是 拼多多上有品牌横行 网上也有很多文章质疑 拼多多假货泛滥 为什么拼多多对此不仅无动于衷 还越走越远 第三问是 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拼多多难道对相关法律一无所知 目无法计 践踏知识产权 第四问是 拼多多突破行业的底线 进行底线竞争 这破坏了市场规则 会给中国市场造成巨大的损害 会不会导致社会道德底线和经济发展的倒退 第五问是 拼多多明明可以用供应链 成本控制 规模优势和拼团算法 以性价比回馈消费者 为什么要靠假货 为什么赤裸裸地欺骗消费者 网友们对于任泽平的质问 也发表了他们的见解 大部分的舆论表示 假货泛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不行了 大家兜里都没钱了 买不起真货 都去买假货了 这些假货因起超低的价格 不仅在中国市场泛滥 还蚕食了海外市场 这些假货已经在中国网购企业 全球速卖通 拼多多海外版TEM等平台上 通过超低价迅速向海外扩张 不少受高物价困扰的海外消费者纷纷被诱惑 但这些看似精美的低价产品 其实是威胁身体健康的炸弹 在前几期节目中 我们有提到英国小女孩在海外拼多多TEM上购买人造支架油 而被烧伤 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事件 还有韩国 日本在网络上购买中国假货的消费者 纷纷反映购买了中国低劣的假货 导致身体被不同程度的伤害 即美国 韩国 日本受到中国低劣假货冲击后 泰国市场也受到巨大冲击 据泰国总理赛塔表示 近期大量的中国制造的廉价大象库涌入了泰国市场 相对于当地的价格便宜了整整一半 中国大陆制造的大象库批发价仅有30泰铢 约0.83美元 而泰国零售商的售价 每条短裤65泰铢 约1.8美元 每条长款75泰铢 约2美元 这些大象库的涌入冲击了泰国市场 泰国企业也需要从中吸取教训 应当加速行动和保护自身利益 可以通过提高泰国服装的质量 来跟中国进口的服装进行竞争 但价格必须合理 其实就是要求泰国企业不能跟中国一样 为了争夺市场不择手段 同时泰国总理认为 虽然中国涌入的服装价格低廉 但品质比泰国货低劣许多 而且大象库在泰国享有版权 目前已经通知海关 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大象图案的裤子 台湾消机会董事长吴仲达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在应对从中国进口的假货的方式上 他们觉得韩国关税厅的大规模查验做法 非常值得借鉴 但由于台湾当前的检验能力有限 他建议主管机关可以参考药署的做法 先对入关产品进行随机抽样 若验出重金属超标 就增加这批产品的抽减频率 若超标数量较多 就进行逐批抽样 甚至扩大抽样 他也提醒台湾人民 大家虽然都喜欢买便宜货 但一定要了解这些产品背后隐藏的危机和风险 购买产品时 一定要挑选标示清楚的 且价格不能低于一般行情太多 否则大概率就是仿冒的东西 这类假货由于品质低劣 所以重金属的残留可能性很大 对身体会有不可逆的巨大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